而且这一次的抗争 哪怕你再有两百万上人 出来抗争的话 香港政府还是会这么做 如果再急了 如果三百万人还是这么做 还要出来抗争的话 那北京下一次可能就动用部队了 就跟六四天安门一样 你绝对不能够这个 这个这个妄议国事 你动摇这个中央的这个统治基础等等 所以这个下面 如果是香港一波一波出来的话 那北京的回应就不是 不是这个像一般民主国家的回应了 因为它不是民选的 民选的这个民选的这个政府出来 所以这件事情引起这个全世界 真的昨天来讲的话 全世界都在报道这个事情 那么我们必须讲这个 这个中国中国有没有反应 好了我们现在就谈到这个事情 就是说在中方来讲的话 这个事情全部是封锁的 全部是封锁的 没有一个一个地方 你能看到这个 如果你到这个百度网上去 你去去搜寻 你到腾讯网上去搜寻的话 你如果打进香港两个字什么之类的 没有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在中国等于没有发生 如果一个地方有100多万人上街头 而且这个国家对这个事情 一个字都不报 让自己的国家老百姓 对这个事情一直都不报 也不关心的话 这个政府不知道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现在看到 这是凤凰网 你看在这首页里头 我根本没提到这个事情 那么在这个 这个百度也是 也不提到这个事情 那这个都已经挂了一天了 你这根本就没有任何情况 比如有人打这个香港 跟遣返这个事情 送上去 你出来的什么东西 什么都没有 哪怕最近是6月5号的香港 这个字 6月5号都没有这个事情 但是呢 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事情 也许除了朝鲜不知道之外 全世界都知道 而且在电视里头 都会带一两段 哪怕是三秒钟都会带一段 说香港昨天有100万人上 100多万人上街头 示威抗议这个事情 这也是这个 这个是百度的这个页面里头 也没有这个事情出来 那这个事情到底怎么讲 对中国不重要吗 对这个你不重要 不重要是另外一回事 也许老百姓自己来决定 可这个消息 你不能不让大家知道 一个100万人的心声 100万人的看法 你不能不让人家知道 所以就这个来讲 所以昨天中国 基本上是封锁这个事情 那么很多媒体 都在报 而且在全世界 还有其他好多国家的地区的 这些香港人会也好 这些支持香港这些华人 都在支持这个事情 昨天在这个纽约的时报广场 也有这样子的 这个报道 也有这样子的活动出来 等等 那在整个来讲的话 那我们退一步来 那中国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呢 基本上它就是封锁了 这个封锁大概是 已经快一个月了 就是从六四前后开始 这个每到这个时候 这个中共就紧张得不得了 叫所有的这个网伴呢 这个所有的这个网管呢 全部都要去百分之百戒备 只要有这个六四两个字呢 一定全部尽端 全部删掉等等这些事情 那么最近的事情呢 我这个从六四到这个小学生下课 小学生下课是最近在网上流传的一篇长文呢 基本上就是讽刺习近平了 说这个人基本上是没有能力 没有能力来担任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元首 而且这个文章里头很明显的就指明说 到现在为止你把中美关系搞成这个样子 你到底是有没有能力 你怎么会把中美关系搞成现在这天 变成这个几乎是一个是一个是敌非有的情况 你这个团队你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做的 你有没有能力来经营这个东西 所以这篇文章基本上把这个习近平 这个虽然没有指明到姓啊 没有指明到姓 就是用小学生这个角度来讲啊 就是就是把这个习近平损了一遍 但是这个东西出来就被酸出来就被删 那么当然这个情况下开始整顿这个中国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群啊 所以昨天昨天从这个 昨天好多朋友在这边传来传去 就是说现在大家忙着建群 忙着主群忙着归群 把这个群呢大家要恢复起来 你知道有的群一百一百多五百 最高当然最高是五百个人了 那么现在这个封掉之后 然后你要重新主群 所以大家拼命在找这个事情 所以昨天就某些人来讲的话 很多人是在这个在在这个手机上 这个找自己的群啊 这个回复重新归家这个群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过的 所以这个是这个 而且有人认为说什么呢 所以说昨天事实上是中国的网管 是一个大屠杀 基本上在网上是大屠杀 如果你把群啊 当做一个人来看的话 那么基本上就是看一个 看一个这个反动群 就砍一个反动群 看一个反动群 就杀一个反动群 所以解散了这个 或禁止了很多这些群 所以你用这个 用这个言论上的这种角度上来看的话 基本上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大屠杀 等于就是说在网上是血流成河 民生这个这个这个遍地 遍地这个哀嚎 就是说可以严重到这个地步了 以这个网管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基本上是把中国的这个网民 跟言论自由 已经封杀到这种惨不忍睹的地步了